国军近期出包不断除了海军吊枪事件还有精兵失联却被发现人在厦门 而立委今天还拿国军无弹可吃改喝豆浆让国防部长邱国正一秒断线 专案处理以后我会办很多人而且这个办绝对叫他掉脑袋没有话讲 国防部长邱国正大动肝火要办的这些人就是国军近期接连爆发竖起吊枪事件 内部管理有缺失现在连吃的也让他气泡泡 强调3月20号开始农委会是加菜给国军饮用豆浆不是没有蛋吃 但影响国军士气的还有金门上兵案邱国正背询时还一度被篮尾呛瞎 不要插话更差点被赶下台 国军委员报告这个案我并没有要回避 部长我还没有要你讲话 部长你再讲我就叫你下去 尊重我讲话的权利 部长你尊重我讲话的权利 我再警告你来主席主席请处理 国军近期几点出包让邱国正压力爆表 但队内还没搞定台湾的上空共机却没停过 国防部公布14号就争获28架次的共机 除了北方的苏凯30还有堪称是大陆版的全球之音 更有反潜直升机在我防空识别区 但进一步最终发现还有日本军机进入台湾北方空域是两架反潜机 各个基地来到前方来轮战 他这样子来保持在战场的经营 还有战场的勤收 还有对海上动态的掌握 他虽然对台湾都在做这方面的三期进犯的这些战场的设计 国防对内对外两头烧 也让部长的压力更大了 TVB的新闻洪富华年轩台北参谋不得 共军持续扰台国防部 光是今天还就争获了28架次逾越海峡中线 甚至延伸到西南及东南空域 详细内容照给记者伟佳琪 共机频频扰台 不过现在是不是越来越过分了呢 我们就带你看到截至今天早上6点钟为止 侦测了28架的共机 不过其中16架是频频骚扰我国的西南空域 有多过分我们带你一起来看看 其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有几个比较特别我们把你拉出来看的 那么当然他们常常是侵略我国的西南空域之外 其中有一架直久的反潜机是凭空出现的 大家就很奇怪了 为什么在这个地方会凭空出现呢 所以他们就评估了 非常有可能是从舰艇上起飞 共建航金或停住的时候 他从那边起飞才会凭空的雷出现 不过有一架更过分了 是哪一架 我们带你看到 你可以看到这个航线图里面 有一架粉红色的 他是一路的往南飞 还绕了一大圈在掉头 就是他BZK-005 他一枝独秀 朝着巴士海峡南面一直飞 触及了东南的防空识别区 之后才回到大陆去 也因此呢 现在让大家特别的重视 共鸡是不是一直在挑战我国的底线 金门陈姓上宾从9号离营到15号 仍旧没有回来 今天呢 由地检署发布通气令 而证明陈姓上宾的本名也因此曝光 面对儿子遭到通气 陈爸爸说家属欣然接受 金门失踪上宾要被通气了 通气令是由地检署会发布 我们把他申请他经过调查 坦言通气令已经在跑前绪了 金门二等陈姓上宾9号离营15号都还没归营 国防部依照陈旭等地检署发布通气 公布姓名 本名陈嘉勋的上宾将被用陆海空军刑法39条 无故离营发布通气令等同逃兵 未来回台最轻也会判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陈爸爸要儿子勇于认错只是上宾陈嘉勋就被质疑 为什么体力不止打电话求救不是打给自家人 而是对岸海警 强调以军方公布的为准 立委就想问怎么通报慢半拍 那我讲火黄兵通常几点起来 火黄兵可能他要作业5点多就会起床 那那时候就没有人发现吗 他起床作业的时候有个都后干部 有没有班长 班长是有个都后干部 这有没有是监讨的一部分 对啊 你们这6点50才发现 可是如果今天一个火黄兵4 5点就开始作业的话 班长不回报的吗 看来国防部还有很多疑点没有讲清楚 TVB新闻附电话李明辉 伟家协议三区小组台北采访报道 针对呢这二丹岛上的这个士兵呢 到底要怎么救回来 行政院长陈建仁呢 在立法院被试的时候竟然说 他们希望我们把他接回来 引发大家狭想 所以刚刚委员讲 是不是对岸的什么统战的手段 我不完全这样认为 金门二丹上兵施东岸 是否真的遭陆方利用 后续要如何接回来 前一天行政院长陈建仁 却差点让人以为是吃了诚实豆沙包 你们有跟他通过电话吗 你们有 有通过任何一个单位跟他联络吗 这个部分 国防部跟陆委会都有保持联系 那我们 他们希望能够 接这一位 这一个士兵回来 陈建仁口中的他们 就是间接的告诉大家 我们的政府不管国防部或陆委会 完全没有跟对岸联络上 我方没有直接讯息 但看到国防部的专案报告 指出13号已确定诚信上兵在大陆 但立委加码指出 因涉及两岸关系敏感 地方觉得棘手以上报给北京 也等同是两岸博弈的延长赛 任何事情涉及两岸 都是两岸在博弈的 不只是这个案子 毕竟是中华民国的国民 那如何可以回来台湾 那台湾有台湾的法律跟制度 那我们在 以前也有这样的惯例 依照惯例上面的 不管是民间或者是办官方 都会有管道 陈姓双兵案最快将在今天 发布通缉令 才能符合两岸共打协议 请大陆遣返 让此事尽早落幕 TVB新闻 洪富华年轩台北采访报道 好 继续来关注的 就是金门失联上兵的部分了 到底是被谁救起的 现在也众说纷纭 中国大陆海上搜救中心 派出3000吨的船艇 执行搜救演练 台湾海巡署 也派出2000吨的新北舰 过去两岸联合搜救演练 但这回陆军金防部上兵 从二丹岛游过海峡中线 遭中国大陆救起 到底是谁救的 各界也好奇 如果打电话求救 电话会是谁接 金门本岛的西半部 距离中国大陆的厦门 大约只有5到10公里 可以收到来自对岸的讯号 那如果是大胆岛的话 距离更近 只有4点多公里 万一在海上打了电话 就很有可能接到对岸的讯号 中国大陆海上救援电话 是拨打95110 至于公安和消防 跟台湾一样 是拨打110和119 也有人质疑失踪上兵 是原本就知道 直接打电话到对岸求救 还是想打回台湾 但接通到对岸的讯号 没开漫游 电话也被对方接通 交通部电信总局过去 曾针对金门地区基地台 发射功率和方向进行过调整 避免讯号溢出到大陆 让行动电话通信直线岛内 避免证骗猖獗 这名上兵到底有没有打过电话求助 目前还不得而知 金门地检署也将调阅通联记录 但当地人也说 大陆海警都会监控可疑船只和漂流物 也有可能是直接被对岸发现救援上岸 到底这名诚信上兵怎么过去的 发生哪些事 真相得等家属和他见面 才能还原 TVBS新闻综合报导 经过去部署了十万大军 地下化防御攻势 也堪称世界之最 选择军事建设在现在看来 还是让人惊叹 现在这些要塞大多已经开放为观光用途 沉睡战车静静斜躺在海边 经历着潮起潮落 后时的钢铁早已受机斑斑 时间仿佛静止在这一刻 数十年来 见证着金门的战争与和平 繁盛与兴衰 北山播音墙播放着邓丽君轻柔的歌声 深情呼喊大陆同胞 隔海相望另一头繁华的厦门 用肉眼就能看得到 如今卫星征兆与雷达监测发达 这样的前进观测基地 早已没有战略价值 许多军事要塞也不负当年的速杀 金门非常多的军事坑道都已经开放 作为观光用途 像是我背后的这个晴天厅 虽然他仍然在军事营区的范围内 但只要透过申请 一般的民众也可以进来参观 而事实上他在作战的时候 仍然能发挥重要的用途 走进坑道 迎面而来是三道防爆门 最大的晴天厅 长60公尺 宽20公尺 高11公尺 庞大规模再在显示过去的苦心经营 现在则限缩于每年汉光演习 当作金门驻军的中央指挥所 目前我们仅开放给民众 实施晴天厅的观光参访 那并且在坑口 我们有设有卫少的部分 会管制人员 那平时就是提供给部队 当集会使用 金门强固的地下化军事设施 堪称世界之最 但昔日的军事重地 现在游人如知 小岛上的居民生活 也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那我们早期我曾祖父 他们是做打铁的 然后到我爷爷的时候也是 我们是做农具起家 那到了金门十万大军 驻守在这里的时候 然后开始有阿兵哥 那陆续的自己捡炮弹 然后过来请我们帮他们代工 之后做成菜刀带回台湾 这样子 然后才开始转型做菜刀 一直到现在 79年次的金门钢刀接班人 家族已在地经营第四代 采用炮弹金刚打造的刀具 是政治标记 即便成平时期 还是能从金门的土地 挖出大量的破炮碎片 这正是两岸基站的斑斑使机 听爸爸他们以前就经历过 单打双不打 他们已经有说过 那个时候那种 战争是很可怕的 所以大家就是觉得说 这种现在的和平值得来不易的 所以大家会更加珍惜 现在的一切 小时候就是以前我们是 那种一般的贡堂店 商店小商店而已 然后小时候是阿兵哥 就是会把我们包来包去 包来包去玩这样子 到现在已经看不到 阿兵哥在街上的那种感觉 同样是在地经营第四代 80年次的金门贡堂传人 也见证了战地氛围的显著变化 小镇墙上弹孔斑斑 这是过去十万大军 与敌人攻防的痕迹 驻守前线的紧张氛围 只能遥想当年 现在的金门 可能比台湾本岛 更加和平安全 这是金门人的精神 金门人是花岗岩之岛 然后这个金门人是非常坚毅的 我们现在觉得 虽然两岸的情势是很紧张的 但是因为我们金门人经历过战争 所以我们金门 希望变成一个非战的和平区 只是两岸关系每况愈下 金门却每每成为冲击第一线 2022年8月份共军为台军演 对岸无人机就飞到金门袭扰 而同年12月 又无预警禁止金门酒厂进口 这座昔日的战地 时隔多年 仍然承担着两岸的无形战火 今年暑假去美国 做国会外交的时候 美国的各个行政 或是各个部门都觉得说 2027台海之间很危险 现在台海是全世界的火药库 台湾是可能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 即便如此 我们就是一直相信和平 我们相信多多往来 那金门就可以避免再有炮火的楼链 沧海桑田 两岸已有太多变化 曾几何时政治与民生 竟然已成为金门人的两难 TVBS新闻李伟华顾尚军 金门报道 美国又有众议员要来台 这回是众院拨款委员会 国防小组的主席科维特 率领五名议员访台 除了要进见总统 也会会见国安会秘书长 跟外交部长 军机停在松山机场的停机坪上 仔细一看 这架没有任何标注的飞机 竟然是美国的军机 从日本起飞来台 还不止一架 一次来两架到底是什么大人物 答案揭晓 原来是美国联邦众院拨款委员会 国防小组主席科维特 率跨党派议员来台访问两天 就回六个人 除了要进见蔡总统 拜会国安会秘书长 顾立雄之外 外交部长吴钊燮也会设宴款待 在对岸积极挖我国墙角之际 放台有什么目的 蔡英文总统准备要访美之前 跨党派的议员来到台湾 先行进行沟通 不管是未来麦卡锡 众议院议长见面的细节 通过一个挺台的法案 所谓的挺台法案 就是要借钱给我们 是不是会讨论贷款的品项 因为贷款的这一位 他本身之前就是主张 卖给我们F16的 国民党立委说的 就是美国通过的 2023年度拨款法案 以外国军事融资的名义 贷款给台湾20亿美元 12年内要还款 里面还特别交代 要加快对台军售 只是现在可不只有一团 美国政治人物访台 当时川普政府的发言人 现在的阿肯色州州长 萨拉桑德斯 也跟当过州长的爸爸 一起访台 不过不是建执政党 而是在15号晚间 打算跟国民党籍的 台北市议长戴琪琴 还有议员李博弈参许 还是在做未来 他们选举的规定 就是说我来到台湾 我来支持 所谓自由民主台湾 这个部分 对他自己在做 内部的宣传也有帮助 不讳言 美国民在交流 就是为了接下来的 大选着想 毕竟多跟在野党交朋友 在推动合作上 也能少一点阻碍 当选之前就扬言 要跟大陆建交 如今宏都拉斯总统 卡斯楚就在推特表示 已经指示外交部长 要跟大陆建立正式关系 宏都拉斯总统 卡斯楚 2022年1月就职 副总统赖金德 当时还亲自到场管理 只是一年后 卡斯楚却发推特说 以指示外交部长 处理与中国大陆建立正式关系 还说会和世界各国 一起自由的扩大边界 这也意味着 与台湾的邦誼 岌岌可危 外交部已掌握讯息 并已向红国政府 表达严正关切 中国与红国发展关系的 唯一目的 是要压缩我国的国际空间 切勿落入中国圈套 声声话 红国国旗依然飘扬在 外交部大厅 只是卡斯楚前年曾说 当选后会跟中国大陆 开展外交与商务关系 过去一年 我方就紧盯卡斯楚 何时打算履行这竞选承诺 据悉台湾关系的警报 今年一月已构级 只是前线的外交人员 仍在全力努力 我们欢迎红防的有关表态 世界上181个国家 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 同中国建交的事实充分证明 同中国建交是顺应 历史发展大势 和时代进步潮流的正确选择 一个丢枪丢人 丢士气 国防不霸佩 然后外交又丢友邦 胡总好怎么潘红 盧大师可能跟台湾断交 去年才亲自跟卡斯楚碰面 15日登记 要凭2024大位的赖清德 想必心情更是五味杂陈 学者则认为 这背后涉及中共的盘算 时间点更是不单纯 2002年的时候 陈水扁在诺鲁的这个案子里面 就是因为他当选党主席那一天 诺鲁跟我们断交 所以这个中共这样的做法 并不是没有前例可循的 是不是刻意对于我们总统要过进美国访问 到中南美洲一个重大的打击 我们绝对不排除 这部分从来没有间断过 中共刚结束两会 美中台关系诡谀 新一波的外交战 隐性看来已经点燃 TVBS新闻李国伟 朱玉峰 刘婷婷 H小组 台北报道 15日早上11点 红罗拉斯驻台大使布罗德 因次长于大雷召见现身外交部 我方拼管就邦怡会谈半小时 表达严正 关切 会面 气氛严肃 台红1941年建立公使级外交关系 致因建交82年 若真断交 势必直接冲击在台拿奖学金念书的 104位红罗拉斯学生 我们目前是有29位的红罗拉斯学生 他是拿外交部的台奖 如果基于某些原因 必须要停止他们奖学金的话 台大一定会尽力来协助这些同学 不方便露面采访红国在台声表达震惊 而翻开有包与我断交潜力 有些是突然宣布 但也有先放消息的 2019年5月 索罗门群岛总理就曾表态 想跟北京建交 9月上旬 索国外长还来台 一周后台所仍断交 专家则担心有我国出资最多的中美中银行 未来怎么办 但是因为他的总部 他的秘书处是设在这个宏都拉斯 那这个部分有没有可能冲击到这个国际组织 包括我们在当地的一切人员 还有跟该组织的一个互动关系 对案试图挖火 外交墙角专家更认为 剑职美国后院 如果说最后这些邦交国都被敲动成功 而导向中国方面的阵营的话 那确实对于美国的在全球的credibility 可能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 美中强权叫盘 台湾就担心外交处境更风雨飘摇 TVBS希望黄巳 周一峰 刘婷婷 艾事小组台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甘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